长崎岛的美丽风光吸引了全球很多游客 最近为了大力宣传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和文化 长崎县政府在日本驻洛杉矶总领事官邸 举办了豪华气派的物产推荐会 希望吸引当地游客前去参观 日本长崎县政府在日本驻洛杉矶总领事官邸 举办了长崎县观光物产推荐会 向媒体和工商合作伙伴 减少了长崎县历史名胜和丰富的美食物产 长崎县知识中村法道先生和日本驻洛杉矶总领事 绝之内秀九先生出席了推荐招待会 主办单位选用了长崎海域顶级的鱼鲜 未来并呈现了特级的日式海鲜料理 当晚还有独具长崎文化特色的 西谷和听鲁太谷表演 呈现了原汁原味的长崎文化风俗 中网电视采访报道